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视网膜之前 那同样的这个焦点如果跑到视网膜后边 我们看中也不清晰的 那第三种情况既没在前面也没在后边 它不是一个精准的一个聚焦的点 而是散的 老花眼究竟是不是远是眼 老花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老化的过程 是一种趋光的状态 老花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老化是一个调节力的一个下降 本期节目 套腰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年底病科主任医师卢海 跟您聊聊最熟悉的陌生病 趋光不正 健康饮食 饮食养生会为您推荐一道酱爆牛肉 精彩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由可口可乐 特约赞助的饮食养生会 这一期节目很特别 确切地说是除我之外 每一个人都很特别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 戴眼镜还可以啊 其实我们三人都是进食 都是进食 只是戴了洗眼镜而已 偷偷在家戴眼镜 不能就换眼镜 那我们大家从小到大 其实很多次 N次检查过视力 有的时候别说到医院了 就自己在家里头 或者到其他什么地方 有一个视力表 都看一下 左上右下是吧 到医院检查视力 然后医生给开一个单子 这个时候大家最想知道什么 视力多少 视力是多少 鸡蛋鸡 鸡蛋鸡 就是这个 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医生在那个单子上 会写一个词 虚光不正 这个我没有注意到 但是我的体检报告上 我有注意到 因为我每年 我都要看体检报告 反正那些数据我也看不懂 它到底什么意思是吧 我就看它的总结 我一般第一条就是 虚光不正 是吗 那所以是 近视也都是 虚光不正吗 我估计是吧 因为我自己是近视 然后我一查出来 就有虚光不正 那虚光不正就是近视咯 到底什么是 虚光不正呢 我们请到一个 专业人士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 是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学院院 眼底定科主任医师 卢海老师 有请卢老师 卢海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同人医院 眼底病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导师 本期爱问堂的嘉宾有 湖北卫视主持人 碰碰 主持人王婉晨 饮食顾问 刘昭 先不说什么是 虚光不正吧 我们就先拿一个图 来让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有三种眼镜 我先说个实话 这三种眼镜 还都不一样 它解决的是三种不同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这个体板上 所列举的三种 趋光不正的状况 趋光不正应该是 一个合称 一个统称 是吧 对 趋光不正实际上是 临床上对于趋光 状态不好的 一个笼统的 这一大类疾病的 一种描述 一种定义 这是一个示意图 我们还可以看 这个眼球的模型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看 在我们眼球最前端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角膜组织 它是一个透明的 它有很强的趋光性的 同时 我们的眼睛还会有什么 有晶状体 就像我们的放大镜一样 我们可以把眼球理解成什么呢 我们的眼球呢 实际上就是一部 非常精美的照相机 而我们的角膜 和我们的晶状体是什么呢 就是照相机的这组镜头 好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眼睛 我们眼睛既然是个光学一切 那么光线经过我们的眼睛 到达我们眼睛 它会经过角膜 也就是最前端的这一层组织 角膜 它一个趋光折射 然后经过我们的瞳孔 瞳孔我们知道是走光 就像我们家里的窗户一样 然后到达后边 晶状体 晶状体还有一个 同时精确聚焦的功能 它跟角膜不一样 就角膜 它是个固定的趋光 而晶状体呢 它可以有调节的 是就像我们照相机的调焦距的 这样一个过程 一个好的光学体系 经过这一套光学的折射以后呢 它会在你的黄斑 视网膜上 也就是说在我们照相机底片上 有个精准的焦点 这时候我们看东西是清晰的 而这个焦点就移到了视网膜的前边了 我们看 没有完全地落在视网膜表面 也就是说 这时候你看东西会什么 看东西是不清楚的 那同样的 这个焦点如果跑到视网膜的后边了 我们看东西也是不清晰的 那第三种情况 既没在前边也没在后边 或者说它既到前边也在后边 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在视网膜表面 但是它不是一个精准的 一个聚焦的点 而是散的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三种 临床上常见的区块 那也就是近视 远视跟散光 对 那就把这个写上 这个是 一个是近视 是我们看到的 近视 它在视网膜的前端 对 然后这个呢 是远视 这是远视 它的成像点在视网膜的后边 那我们要调节的话 就把它调节到视网膜上 对 那这个呢 说到治疗的问题 这个呢 是好像成像成的乱七八糟的 对 不在一个焦点上 但是好像也有近视加散光 或者是远视加散光 对 那么如果是出现了 这个趋光不正的各种状况 当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的这个趋光不正 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像呢 我们来辨别一下 这 近视吧 近视吧 反正就是 因为反正我不戴眼镜 就看起来模糊一遍 对 再换一张 这什么呀 散光呢 这一个又看好几个 是不是 是这么回事吗 卢老师 大家可以简单地通俗这么理解 散光是 就是它焦点是散的嘛 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地 虽然不完全不严谨 但是我们可以适当理解 因为有的人说 比如说 我这到医院看 说大夫 我这眼睛老是什么看东西 有重影啊 什么 对 我就我们会 习惯着问他 你是双眼看东西重影 还是单眼看东西重影 他说我这个两个眼看东西 没有重影 但是我帮一只眼睛 好眼闭着 就这只眼看 这眼睛啊 他说我也 我也可以 比如说我0.8 0.9的视力 但我这眼睛就是看东西不真 老百姓 不真就是不清晰 有的时候 可能是合并一些散光 所谓的趋光不正 它是近视眼 远视眼 和散光的合称 三种类型 我们来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问答题 有这样的几个问题 了解一下远视眼 这个概念正不正确 第一个 远视眼就是 近处看着模糊 远处看着很清晰吗 应该是吧 但是好像我又觉得 好像因为它焦点 不在视网膜上 所以其实看的 应该也是不清楚的 没有没有 我身边有远视眼 他就说 近了我看不见 拿到那儿我就看得见了 其实大家这是一个误解 反过来这么理解 我们近视是什么概念 我们近视老板近视 看近了 近了去视 那就是说 我看远不清楚 看近清楚 那反过来 有些老百姓就是理解 那远视眼是不是 刚好反过来 其实这个概念是 恰恰反错了 远视实际上是 从刚才定义上 就当你眼睛不调节的时候 自然看的时候 它焦点是在视网膜后边 实际上 它跟你看远看近 看哪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 如果度数比较轻的话 那我可能看远 可能受干扰 还相对小一些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远视眼 就是所谓的老花眼吗 其实这个也是临床上 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 说我这个老花和远视 到底是什么 或者今天早上 我的女儿还说 不是说近视不老花吗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延伸一下 第一 远视眼就是所谓的老花吗 第二 说近视眼就不得老花吗 老花其实是一种 自然的老花的过程 是一种趋光的状态 老花呢 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老花是一个 调节力的一个下降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模型里面的晶状体 这个晶状体 我们看到了像个什么 像个放大镜一样的东西 是吗 然后它呢 我刚才也说了 在眼睛里起来个什么作用 它起来一个聚焦 调焦的 变焦的作用 比如说它旁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里边 它周围有些 放射状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都是一些肌肉 它和肌肉连在一起呢 当我们的眼睛需要调焦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眼睛 为什么我们看远又清楚 看近也清楚 是因为我们眼睛里有一个肌肉 来调节 这个晶状体的趋度 但老了以后 那么它晶体的调节能力弱了 那当你看近的时候 它需要晶体进行调节的时候 它这个能力就差了 动度就变得慢了 但当你继续老化 最后这个晶体慢慢它里边 不管是胶原蛋白的含量 还有其他一些胶原成分 少了 这个晶体慢慢变成了 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状态了 那你这个肌肉再拉扯它 它变形能力就很弱了 所以就这种情况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老式 老花眼 老百姓做的 我们需要借助什么 带花镜 来把这部分调节给它补上去 也就是说近视眼的人一样会得老花 那么差别在哪 比如说近视眼 那我可能把眼镜 近视眼睛摘了 我就不需要戴花镜了 我可能就能近距离阅读了 因为我原来就有近视 但是如果你说 哎呦我这原来眼睛特别好 1.0甚至2.0的视力 那对不起 可能你到了50岁60岁以后 我摘掉眼睛我就不需要配花镜 可能你就得随时带个花镜了 那远视眼更是这样 所以这个问题答案就是 远视眼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老花眼 远视眼小孩他也可以得 老花眼只限于老年人调节力下降以后 这才叫老花眼 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误传 有近视的人不得老花 对 感觉这第三个好像也是错的了 就是远视眼一般是年纪较大的人容易得 刚才你一说小孩也容易得 对 小孩也是 那比例上会不会有差别呢 没有差别 甚至反而我们小孩的时候 得远视眼的机会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眼在眼球 在没有发育 长到一定的成熟的这样一个水平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 在小孩都会有个生理性的远视过程 也就是说我的眼球 没长到那么大的时候 所以看东西的焦点 就容易跑到我们什么 跑到视网们后边去 最后我们眼睛又长得长 这个焦点就融合了 反倒比如说长到七岁八岁以后 我们的眼达到正式状态了 这时候可能才到一点的视力 相反如果有的孩子 比如说三岁五岁的时候 他一个0.6 0.8的视力 他应该还算为正常的视力 好 那我们看一下趋光不正 这样一个统称 它的各种可疑的症状 典型的症状呢 视力障碍 视野的改变 疲劳 紧张 恶心 视力下降 那近视 远视和散光 都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这些都怎么解释呢 其实我们看一个典型的症状 这里边有两条是比较普遍的 第一个就是说 看东西不清晰 视力差 这是所有的这种趋光不正 都具备了一个共同特点 后边呢 疲劳 恶心啊 视力下降啊 或者头疼啊 紧张啊 这都是一系列的这种趋光不正 造成的一个我们叫所谓的 视疲劳的这一系列的症状 其实大家有时候怎么 鉴别我有没有近视呢 或者我自己的孩子 有没有近视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觉得孩子看东西不清晰 瞇眼睛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当医生就很清楚 有的时候我到电视台做节目 我们的主持人 尤其那美女主持人 他有时候一瞇一眼 我说 你有近视 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因为我是眼科医生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他瞇一眼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 他就 有时候我们感觉一瞇一眼就看清楚 在对焦就是 实际上是一个调焦 或者把这个光学区域缩小 以后类似摸你一个小孔眼镜 这样一个原理 如果我孩子看远不清楚 但你看近 能清楚 小字都能看见 这个很可能是近视 如果远近都不清楚 这应该是远视 但是散光 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 你看低度数都说 可能并不是太影响你的视力 你如果看视力 还能看到的0.8 1.0 但是我怎么看就是不清晰 感觉那东西老是有点毛边 老是有点重盈 这可能就是散光造成的 那除了到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之外 我这个体板说可以进行自我检查 这也能测什么呀 这个能测什么呢 这个其实可以测散光 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图呢 其实大家看 画了很多的这种子骨线 如果大家有散光到临床去 看医生验光 他会告诉你 说270度轴位 什么多少度多少度散光 是吧 这个就是判断 你在某一个轴位有没有散光 很简单 我们就再把它放到眼前 一两米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遮住你这眼睛 然后盯住这个中心的区域 然后你再看看 你在某一个轴位 这个直线是不是有 多条 那么这个大致的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我在某一个轴位 可能我是存在散光的 趋光不正 在临床上是指对于 趋光状态不好的 一大类眼部疾病的描述 也是平行光线通过眼的趋光后 不能在视网膜上结成清晰的物像 而在视网膜前或后方成像的情况 通常我们所说的远视近视散光 都属于趋光不正的范畴 我们手里都有眼镜 因为你看现场的 我们所有的嘉宾 除了我之外都是戴眼镜 他们三个人戴的眼镜 到底是什么镜 他还不知道的 可以猜一下是什么镜 这个应该不是近视也不是远视 因为我一戴上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清晰 整个世界很明亮 如果一个正常视力的人 戴上角质散光的那个镜片 应该有什么反应 一定会受影响的 受影响的 对 受影响的 你会感觉不是的 一个是看东西反而不清楚了 再一个你眼睛会有不适的感觉 它等于你人为 给我自己造成了一个趋光不正 那刘莎老师呢 我这个是个花镜 因为它是个凸透镜 然后看这个字的时候是能放大的 满沉的呢 我分析了半天 因为我本身是近视眼 但戴上这个眼睛之后 我也没有觉得更清楚了 我反而觉得有点头晕 其实大家注意一下 自己手中拿的那个镜子 看看这镜子 它的镜片 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镜片 是中间后 还是中边后 刘老师拿这个镜子 我们看 它是 实际上 这是 他说 这个是老花镜 因为为什么我看近处 好像有放大作用 而且也清楚了 那实际上 我们的老花镜 和远视镜 都是一样的 都是凸透镜 近视近视 凹透镜 对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题板 这个题板呢 我们第一个 什么叫近视 那么近视 就是 我们成像的焦点 在视网膜的哪里 在它的前部 这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焦点 后移到视网膜的表面 精准地聚焦的话 我们要 采取什么方式呢 采取用一个凹透镜 我们都学过物理 中学就学过 凹透镜 是使光线发散的 实际上它是会把焦点 向后移 这时候我们就 我们如果是近视镜的话 大家看看自己的近视 其实我也是近视 近视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镜子的边上厚 中间薄 对 那与此相反的 远视镜 远视镜是什么呢 焦点在后边 在视网膜的后边 那么我们要把焦点 向前拉的时候 我们要增加什么 增加它聚焦的能力 把光线收缩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 解除这样的 也就是说它的中间是厚的 边上是薄的 它就像我们那个 凸透镜一样 起到这么样的作用 散光呢 跟这两种都不一样 散光是在某一个轴位上 我们就需要用柱状镜 针对某一个位置 来磨出这么一个柱状镜 来矫正它 所以这是三种趋光不正 临床常见三种趋光不正 我们采取分别 采取不同的镜子 来进行矫正 对 我们就用这个题板吧 把刚才卢老师所说的 这三种镜子的 三种形状的类型 做一个归纳 近视 它显然是一个 中间是比较薄的 周边 周边是比较厚的 这样的一个凹透镜 对 那远视呢 凸透镜 中间厚 两边薄 边上薄 周围宝 好 凸透镜 散光呢 刚才卢老师刚说到 是在一个柱状的这个镜 而且呢 一定是针对它 散光的那个区域 有对立性的 专门来定做的 量身定做的 柱镜 咱们这样啊 开始揭晓答案了 你的这个呢 是柱镜 是散光的 你这一定是 肯定是近视了 因为刚刚我侧面看 跟我家里一样 它有圈 有圈是吗 对 看一下是不是 看一下 还没准是平光的呢 诶 是近视的 但就不知道多少度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趋光不正的 各种正确的矫正 带静治疗 手术治疗 对 其实第一种带静治疗 刚才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原理 所以大家很快地就能明白 说我近视呢 我就要用凹头镜来矫正 远视啊 用凸头镜 那散光呢 自然用柱镜镜来矫正 那这里边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有的时候 这个人就会问我 你作为眼神 说那我到底该不该戴眼镜 是吧 那我说 我一般会问他 我说你这个 首先我问你 验过光了没有 我验过光 首先验光是真性近视 OK 真性近视 然后我会考虑他年龄 如果是个小孩子和成人 他的原则也是不一样的 我再问你 度数 我验光光 我这个300度500度 或者那个时候 我大概也很低 就70度 不到100度 那我再问你 我说你的裸眼视力怎么样 如果有的人很敏感 有的人比如说 我就100多度 度数不高 但是他视力很差 就0.2的视力 那这种也是需要戴镜子的 但是你说 我本身度数也不大 就70多度 50多度 但是我视力 我相对我觉得也好 0.8 0.9 这种其实戴不戴 问题并不是很大 而且尤其你的20岁以后 一般来这种中低度近视 调节性的近视 他18 9岁以后 一般是不会太发展的 除非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是另当别的 那这种情况你可以选择 但是这里边 我觉得比较好的有一点 如果明显地是疲劳 不要小瞧了那么一点点的调节 有的人 就是这一点的小小的调节 再加上他的工作特点 他会长时间地去用眼 这个肌肉再调节 虽然只小度数 但是时间过长了 他仍然会出现 很明显的视疲劳 眼睛疼 甚至戴着头疼 不适 甚至有的严重 有恶心 如果有青光眼的基础 长时间越多 有可能还要诱发出青光眼 所以我说这个度数的大与小 它不是个绝对的概念 关键还是看 一个是看度数本身 再一个看 你的眼睛的调节力 包括你的工作的状态 如果你这种工作 是属于长期要用眼的 那我们觉得 还是最好的佩戴 减轻眼睛的负担 这样比较合理一些 那无论是近视远视 还是散光 现在的手术治疗的手段怎么样 首先我们讲趋光不正 我们推荐的 首先推荐的 最佳的矫正方法 最安全 最有效 最可靠 也是最经济的 就是戴镜子治疗 今天我来做节目之前 咱们组里的一个编导 还问我 说卢老师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我以前有近视 我爸爸妈妈就不让我戴眼镜 他说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 我说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当中流传最广的 的一种 谣言 其实我说 那你想想 我一个眼科医生 我为什么要戴眼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第二个问题 可能有人会说 你看 我们看到你们很多眼科医生 还戴眼镜呢 你们为什么不做手术 是不是这手术不安全 忽悠我们老百姓做呢 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以近视眼为例 做手术 哪两种情况 是我们可以推荐你做手术的 第一 就个人有这种诉求 比如说 有些人 我要参军 我希望我这个势力好一点 或者说 我找工作 单位有要求 我不能戴眼镜 这个行业 对外观的要求比较高 或者我们一个特殊的职业 比如我们的演员 或者运动员 他戴眼镜 会干扰他这个职业 或者很不方便 那我觉得 你可以做这个手术 第二种情况 他确实是从医学治疗的角度 需要做这个手术 比如说 曲光参差 什么叫曲光参差 比如说我这只眼睛 一千度 我这眼两百度 怎么办 我根本戴不了眼镜 这个眼配个一千度的镜子 这个眼配个两百度 我两个眼看不到一起去 这只眼镜 带着我非常难受 晕 头晕 我走路都踩不到一起去 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选择近视眼手术 把这个眼 比如说我们做掉八百度 给它留个两百 这样你这两个眼就匹配了 这个其实是手术的最大的价值所在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曲光不正的各种 预防的小贴士 有这样四项 第一呢 长坐眼宝剑 按压太阳穴 闭目养神 要给眼睛一点休息的时间 第二呢 注意看书的姿势 长向远 眺望 或看绿色植物 不要经常看手机 电脑 电视 第三 注意摄入维生素A 维生素B 含胡萝卜素的食物 注意补充含个和心的食物 第四 控制甜食的摄入 这四项 有什么值得专门提示一下的吗 大家反过来想 动物当中很少有得近视眼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在自然界里边 它主要的行为是什么 猎食 它要生存 它奔跑 所以眼睛 它更适应那样一种生活方式 但当我们人类高度文明化 我们阅读成为我们一个主要行为了 所以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 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要阅读 我们眼就要近距离调节 所以使眼长期以往 更容易形成一种近视状态 所以 第一 我们要控制我们用眼的节奏 多做户外运动 多看看远处 看看绿色植物 眼睛松弛一下 眼睛尽量让它少去 动用我们的肌肉去调节 这实际上是对预防近视和趋光不正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饮食也很重要 人眼睛里边会有很多的维生素来转化 来辅助我们来看东西 那最后一个 大家很奇怪 甜食为什么不能多吃呢 其实现在我们从科学界研究发现 过高的甜食 热量摄入这些人群 它发生近视眼的机会 要比一般普通人要高 这是观察有这么一个现象 所以其实甜食 我们现在过多时间 对我们很多方面都不太好 所以在近视眼上也建议大家 不要过量的摄入甜食 限制一下自己摄入的热量 趋光不正的矫正治疗 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带静治疗 其次就是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一般是针对 因职业或个人因素 有诉求的患者 而对于趋光状态 不是很严重的患者来说 带静治疗是最安全 最佳的选择 正确佩戴眼镜 不仅不会使趋光情况恶化 还能够帮助患者 减轻眼睛负担 所以建议裸眼视力不佳的患者 还是带静治疗 咱们做个咸口的酱爆牛肉 酱爆牛肉 食材就是新鲜的牛肉 已经切好片了 这边是青椒 黄椒 红椒 材料 这个调料就有豆瓣辣酱 胡椒粉 姜葱蒜 生粉 水淀粉 糖 糖 盐 料酒 以及酱油 第一步我们先要把这个牛肉 给处理一下 这个牛肉咱们平常 无论是青少年朋友 还是咱们成年人都喜欢吃 那么因为它不但有优质的蛋白质 而且其中确实也含有 包括心 磕 磕 铁等等 这些矿物质 那么对于咱们改善视力 还是挺有好处的 腌牛肉的时候 先来两肠酱油 有点味儿 然后也上色 一点点的生粉 让牛肉炒出来会更嫩 还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让牛肉炒出来 颜色会更好看 会鲜浪的话 在牛肉当中腌制的时候 不妨就来一点油 这边咱们开火 在锅里边倒入食用油 牛肉口感好一点的话 油可以稍微多放一点点 锅转一转 把锅底儿给浸湿 油温不需要太高 可以先放入姜葱蒜 先把它煸香 姜葱蒜 煸香之后 放入豆瓣辣酱 虽然说是爆牛肉 其实更可以说是滑牛肉 油温再次升高之后 把刚才已经腌过的牛肉 放入锅中 滑 现在放入料酒 去牛肉的腥味 牛肉炒到八成熟的时候 可以把青椒 红椒 黄椒 一股脑的放入锅中 现在在锅里边放两勺酱油 因为刚才我们放了辣椒酱 豆瓣酱了 一勺胡椒粉 盐就不建议大家用了 因为酱油也好 酱也好 都够咸了 因为这个火力比较好 现在已经几乎把它的汤汁 蒸发完了 所以就不用放水淀粉了 起锅之前 再来一勺糖 好了 关火 酱爆牛肉 食材 牛肉 青辣椒 红辣椒 黄辣椒 调料 豆瓣辣酱 胡椒粉 姜 葱 蒜 生粉 糖 料酒 酱油 做法 一 在牛肉中加入适量酱油 生粉 油 搅拌均匀 二 锅中倒油 下姜 葱 蒜 炸锅 三 倒入适量豆瓣辣酱 并将腌制好的牛肉 下锅扁炒 四 倒入适量料酒 并将青辣椒 红辣椒 黄辣椒 全部下锅 五 最后倒少许酱油 胡椒粉 糖 调味即可 我觉得这一盘端上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的视力忽然就变得更好了 是吧 你的世界格外清晰 因为有了牛肉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感谢可口可乐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 谢谢 再见 养生笔记 一般来说看东西不清晰 视力差 是趋光不正最常见的症状 而可能带有的疲劳 恶心 紧张 头痛等情况 都是由于趋光不正 引起的视疲劳所致 要想知道孩子是否患有近视 除了去医院检查视力外 还可以通过观察孩子 是否有看事物频繁眯眼的情况来判断 饮食养生会 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 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 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 VX 将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 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既有机会 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